9平米的店养活了5个人 这个还挺自豪的 这生意该是有多好啊 这个 你们的一个单头机够用吗 88块钱的东西就要有88块钱的价格 最顶峰出200 200 整个套餐饮用的顺序还是一样的 非常准的 我反而会认为特条还在起步 开店那天就是回本那天 回本很慢 看飘之 那上一期视频呢 我带大家探了一家北京西路的 非常便宜的很平价的咖啡店 欧马咖啡 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那这期视频呢 我想带大家看另外一家店 同样也是位于北京西路 这家店呢叫Coffee Spot 那这个店呢 它是完全不同的定位 更贵的价格 更好的咖啡豆 我相信可能有很多人喝过他们的咖啡套餐 那今天呢 我也约了他们的老板 带你一起去深度的体验 咖啡店 这家店的位置呢 还蛮特别的 带你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一个小角落的地方 他们的门口 你看是有一个小的外卖区域的 里边有一个房子 有点像是一个小区的门卫室的感觉 里边呢 咖啡师正在做咖啡 Hello Hello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之前来过他们店 然后上次呢 没挤进来 来我给你带一个收音的 这样的话你收音会更清楚一些 OK 应该差不多 点一个什么呢 要咖啡师傅 可以啊 可以啊 就点到饭吧要不 感觉他等了很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咖啡这一支 雅叶日晒特会比较重一点 晒特的话就会有黑咖打卡和创意咖啡在里面 试一下上面的水系 你们的一个单头机够用吗 他不累吗 他还好 慢慢还在测试它的极限 但其实也还好 蒸汽头 这里我们也是不用的 都是在用自动的打耐气 打耐气是吧 对 哇那这样的话其实只是用它来脆口浓缩了 这种呢如果单独打一杯的话要多浪费牛丹 对 我们当时算过账 如果要用这个咖啡机去打的话 浪费大概每一次一帮钱 很费 很费 你射多少 它基本上出来就是这个量 是 奶泡也蛮绵密的 它还挺稳定的 就是它不像是蒸汽那样是有水分在的对吧 对 它是没有水分 是 确实科技改变了生活 咖啡师就快不存在 看嘛如果有这样的东西了之后 咖啡师确实不需要练 打奶好 对 如果最忙周末的状态就分四个稿 一个点单稿 点单呢 他要帮客人点单 然后出品之后也由他去送 进上啊 然后一个咖啡师 然后其实周末后面那里还会再站一个小部分 去做特条以及黑咖的加水的部分 然后一个固定的稿也洗杯子 如果非常忙的状态尤其像周末 就比如我今天我就是排洗杯子的岗 明天我就是退浓河的岗 对对对对 就在固定的岗位 负责自己的固定的工作 对占一天 效率比较高点 是 也不会这个撞来撞去 对 哇好了 这一款豆子的话 它这一部分是花草的香气 或者这一款是的花香 在黑咖尔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奶客的部分我会觉得比较特别 因为在测试的时候 我们测试了不同的牛奶 然后今天这个牛奶加入之后呢 它能复刻出一些那种 伯爵奶茶的风味 我特条的部分是带酒精的 然后喝起来会相对辅大一点 又比较清新 它会用到一个梅斯卡尔 然后它是一种龙蛇兰 但某个产区的龙蛇兰 才叫梅斯卡尔 它会在整杯饮品 带来一些类似海水的咸鲜的风味 然后还会用到一些绿色的食材 就是蜜瓜呀 薄荷叶这样子 所以它会主调是用蜜瓜 薄荷的风味 会比较清爽一点点 然后可以从我待会把它试一下 哇 小哥介绍得好贴心啊 这个风味喝起来好清新啊 但哪怕现在是夏天 像黑咖奶咖我们还是比较坚持去做热的 热的对吧 还是希望展现豆子最好的一个状态给大家 哇 这个确实它就这种花香 然后橙子皮啊这种调性 嗯 这两个的话差不多100毫升 110吧 每一边一个Shot 就比如你们研发这个的话 需要测试多久 挑豆子的话是大概在两到三个月 因为也是我们换菜单的一个周期 挑豆子挑两到三个月 哇 上个月我们也遇到一件事情就是 新鲜到港的爱赛 嗯 并没有想象到那么好喝 可能没去研呢 这个 对 反而好像要等它放一放才好喝 黑咖的话 这个其实就是很经典的马克杯的一个状态 哦 马克杯的状态 对 然后奶咖的话是我们当时去看比赛 发现大家的奶咖杯好像 大部分人会选择像这样子 嗯 形状的 在下面是一个收口的状态 比较好握 比较好麻起来 然后这个的话 创意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咖杯与烈酒的组合 所以我们选用了一个高脚杯的形状去做它 哎你们做咖杯做多久了 两年 哦两年 哇 啊 安仔刚开始 这个是Lotti 就是我们的品控 嗯 然后研发策划都是由他来付费的 他做了十多年吧 我做咖杯大概六年七年左右 六七年其实是一个现在蛮多的一个从业的一个十年的年纪 对吧 一五年左右 它是一个精品咖杯这个行业 包括比赛啊 所有的这种赛事啊 很轻盛的一个阶段 我也是因为当时是看了一个世界赛 去打听做咖杯师是怎么回事 嗯 然后才入行这样 你之前做什么的 我之前没有 哦学生 就是闭了业直接就是做咖杯了 对 但是我是学的是室内设计 做设计的 如果要是转行做咖杯 它是有先天性的优势的 因为你看像这种它其实就跟设计有关嘛 然后这种形式它也是属于设计的一部分嘛 菜单的设计 其实这个有点像是我们把这个咖杯比赛搬到了这个店 是 是吧 我们其实请了潘伟做我们的开业嘉宾 一个云南的豆子去做all in one set 做这个东西 啊 他走了之后我们店里上了这个 会觉得很好的东西 那就保留下来了 就是最开始你们是没有预设呢 就是说要有这种菜单的 对吧 我们一开始想象的是只做单杯的 我们想简单一点黑咖奶咖特条 嗯 后来觉得潘伟来了之后 结果叶子碰撞出来了 对对对 觉得还不错 这还有一个小背景故事的 哈哈哈哈 我不知不觉中这已经喝完了 哈哈哈 小哥做的好 嗯 这是挨撒的豆子 嗯 然后它才是水洗的这一个 现在是日筛的这一个 嗯 整个套餐饮用的顺序还是一样的 可以从准备到更好 奶咖就还会有一些夹型饼干 这种质品 嗯 然后再准备这条 我们还加了五花火液 还有橙花 店里边的这种体验就让我想象到 去看咖啡比赛 一点点 那像今年开始 大家是很有目的性的过来看店 对 基本我们在介绍菜单的时候 只需要说两个豆子的风味 嗯 就好了 他们想点什么 他们其实已经大概知道了 已经做过一些信息的收集 或者功课了对吧 对 那点单杯的和点赛的 哪种比例更多一些呢 其实赛要更多 周末基本80%都是SEN 嗯 你有没有统计过 你们这边男客人多 女客人多 嗯 一定是 我会觉得是女客人多 哈哈哈 我刚才想说一定 哈哈哈 被你这一句话等不去了 因为像小红书啊 包括公众号后台数据嘛 哈哈哈 还蛮直观的 哈哈哈 我叫小宝 我们从21年开了这家店 然后到现在还有两个月时间 就马上两周年了 然后是我和我太太 另外一位叫Loti 我们一起开 像我们大部分的客人 几乎是不用怎么去解释 深烘和浅烘的区别的 一说浅烘 大家也不会很排斥 但是你们的咖啡不是特别酸 你们这个特别柔 就是微微的那种酸 主要是我们在脆的时候 也用了一些其他的小技巧 我们在脆浓缩的时候 这里会放一个粉碗 把它的油脂固一点 我就看到刚才它放了一个什么东西 对对对 喝起来更干净一点 对更干净一点 商业机敏泄漏了 哈哈哈 还好 还好 像也做过一些其他的尝试 我们有在咖啡的手柄里面垫绿纸 嗯 再到后来现在放很晚 再之后可能也会有其他的小技巧在里面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那些 来的时候觉得不好 不喜欢差评 一定会有 这个避免不了的 小红素也好 还是大众点评的差评都会有 点评的大部分的差评都是不好喝 太贵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咖啡出100杯 如果只有一个客人说不好喝 对于我们来说是可以被接受的 对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正向的信号吧 因为咖啡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那个味道 对吧 包括价格贵 对于我们来说也还可以跟客人去沟通啊 这样子 嗯 价格来说它是很透明的 你可以去查这个咖啡豆的成本 这个牛奶的成本 包括房租上海的咖啡师工资 大家可以去算 我们从来没有回应过 啊像点评的差评 我都会点赞 我的意思就是说告诉你我看到了 我会去思考 但是我不会说在下面说对不起 希望怎么怎么样 我不太会说这样话 嗯 我都是点赞 嗯 回复对于我来说太困难了 确实 不知道你能不能get的 我能理解这种感受吧 看过了思考然后改就好了 就默默地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就OK了对吧 是 然后能够默默地影响着 喜欢着我们的人 影响着我们自己能力范围内 能影响到的这样的人 对吧 作为一个这个经营咖啡品牌 咖啡店呢 店主你自己确实是 要承受好多东西 我们也做那个电商品牌的咖啡豆 确实也有遇到过这种事情 但是呢 你只能去把这些东西呢 总结归纳 改进 提升 做店真的很不容易 你觉得像特条咖啡的这种形式呢 它是昙花一现的 还是说可以很长时间的持续下去 它是可持续的 你像上海也有云贵川的创意菜啊 它跟特条有什么区别 它都是发挥想象力的去做的一个东西 它可以是食物 它可以是液体 我反而会认为特条还在起步 就是如果要从这个调酒行业来说的话 那些鸡尾酒吧也算是一种特条的形式 对不对 对因为它分古典 也会分其他的创意 就比如传统的那个六大鸡酒调的这个长道冰茶啊 如果要通过某一款饮品去喜欢上咖啡文化 我会认为特条可能更有机会 如果要是让它直接来一口黑咖啡的话 确实是 对 它通过特条喜欢上咖啡文化 从而喜欢上美食 从而喜欢上浓缩 像我第一次喝特条的时候 我也会觉得很新奇 你是觉得它是一个能够长久持续下去 而且有不断更新的这样一个品 我目前的阶段是这样的 说话说的稍微留一点后路吧 只目前感觉对吧 因为也会有些很奇怪的点存在 比如说像其他的国家 有特条吗 他们为什么不做特条 我不知道 我真是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这是一个无从考证的东西 还是说他们已经做过特条 把特条淘汰了 我不知道 我的感觉是因为怎么说呢 他们喝咖啡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久了 就比如他们不需要去用特条咖啡这样的一些形式 去让新的人来接受咖啡这样的一个味道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就比如一个大众的家庭来说 他从小就看到他的爸爸妈妈做这个美食黑咖啡啊 我爸爸妈妈每天可能也这样做咖啡 那我长大一点了 我也是这样喝咖啡 这样讲的话 我觉得通了一些 就是这两年确实有不同的城市 在做不同的特条咖啡 他也结合了不同城市的一些食材 对吧 就是他本地的一些东西 是为了让从来没有喝过咖啡的人 他可能听到过这个食材 感觉蛮有趣的 跟咖啡结合在一起 就是要不尝试一下 就这种感觉吧 对吧 折尔根哪点啊 我在湖影店里面喝过挺好喝的 我怎么去的时候没有 我去的时候他是有的 折尔根特条 我只喝了白酒的 折尔根对于我来说不太行 它折尔根它是榨的汁 做了小小的一杯 两口就喝完了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我要是看菜单有折尔根这个 我可能也会想点一下 喝一下 对啊 这就是我刚才我们聊到的 这个关于特条咖啡的 反正 你们如果要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见解 也可以发表一下 这一开始我们想的很美好 春夏秋冬四张菜单 倒点了就换菜单 但是其实实际 我们基本都是往后要推很久的 一个是找不到印记 非常表现好的咖啡豆 但我们不太会去找一个 随便的豆子就直接上菜单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出来的咖啡豆 它是有自己的个性在的 它会有自己的故事 可以和我们脑子里的画面 它是相互匹配的 对于咖啡店来说 一年四季 其实冬天和夏天的时间 会更长一点 春秋其实是更短的 你们春秋也会更吗 也会更 因为春秋 从体感上来说 感觉过得很快 那你们在更新菜单的时候 那春季的和秋季的 就会更短一些吗 也不太会 基本每一张菜单大概维持的 都是三到四个月 但它有点脱离春至夏至秋至 就是这个时间的 很明显的这种节点 对 但是它还是会存在三个月左右 那就比如像你们的这张菜单 是什么时候上架的中心的 8月1号 8月1号上新的话 9月10月11月到11月多 应该就是秋季菜单 如果要是按照你们的这种节奏的话 其实每上一个新的菜单 对于你们来说的工作量还是蛮大的 对 包括其实咖啡豆 我们不是自家烘焙嘛 我们是在贵养烘焙 跟一个乔治队长的品牌在做合作 我们用什么豆子都在他那里选 但是烘焙机整个的烘焙度 又是由我们来决定 但是我们又不是烘焙师 我们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们不太希望就是他给我什么 那这个的话确实有很好的沟通风奔 对 所以我们现在的习惯就是飞到他那里 大家面对面来聊 难怪乔治队长要来上海开店了 原来就是为了你们 希望他开得好一点 不要开到我附近就好 去习惠吧 我觉得弄到一起挺好的 你们沟通也更方便了 太方便好像也不太好 他前段时间跟我讲 他们要装修了 重新再装修 我说你多久 他说七年了 七年一装修 怎么做到的 真省钱 太恐怖了 因为基本上咖啡店就是可能两年三年 对两三年 他做七年太恐怖了 确实是蛮省钱的 上海你如果要是租一个地方的话 通常房东可能多了给你签五年吧 愿意签五年的其实也挺少的 基本上都是两年三年 因为他想给你涨房租嘛 他会签两年三年之后 他给你涨点房租 而且咖啡店好像也开不到五年了 上海如果要是超过五年的咖啡店的比例 真的很少很少 如果要是两年的店 就算是一个老店了 在上海来做 我跟新开创业咖啡店在上海的朋友们经常喜欢说一句话 成不成功就看三个月 投三个月 他不是一个很能耗去养客人的一个城市 对于我们内蒙来说 他可能去养周边的社区 虽然看有时候店里生意还蛮好的 我们又希望把这一笔钱再投入到店的运营里面 后期的持续投入对吧 因为我们在后面的小区有一个自己的研发室 一个工作室 我们特别喜欢 就是说你们不单是有这个地方的 对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室 每天就在小黑屋里面在做研发 你就在说你 我太太 他特别喜欢做关于料理类型的东西 所以我们很喜欢买一些不太一样的机器过来用 又是一部分的成本支出了对吧 你看这个店你还要再住一个别的地方 我都难以想象 九平米的店养活了五个人 这个还挺自豪的 这生意该是有多好啊 这个 哈哈哈哈 最近也半季 不知道到九月 九月 是吧 九月天气稍微舒服一点的话 可能 人过来的多一些 对 我没有统计过 200多吧 最顶峰出200 200 其实特条比较难搞 因为我们是打烊了之后做特条 然后第二天早上来了还要再做 整个备料会很恐怖的 特条的这个料要提前先备好吗 一定要提前备好 如果你今天喝的和你明天来喝的东西不一样 我们很难搞的 一定要保证你今天喝的和明天喝的东西是一样的就好了 所以我们不太喜欢10毫升5毫升 像这种形式的话 它顶多就是体验一次 嗯 那它不会体验第二次的吗 下一张菜单它就来了 同样的菜单的话 体验两次的会少一些是明天 少但是也有 嗯 因为我觉得88块钱的东西就要有88块钱的价值 他如果还是觉得 就是88贵但是值收费的 那有没有人觉得他这个88贵但是不值 少 因为我们收盘子回去要洗的 洗杯子嘛 嗯 现在也很少碰到喝不完的客人 大部分都是能喝完的 然后我们拿过来一看洗杯子这样 心里很开心 很舒服 对很舒服 就是基本上遇不到就是他喝到一半不喝了 但是我们很喜欢的一点是什么 有一些客人黑咖只喝了一口 买咖特条都喝完了 这样子的客人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好的 但我们就会换另外一种方式去跟他聊嘛 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 对这样的话 其实就有一个这种口味的反馈给你了 对 一年半是我觉得是一个平均吧 平均 对你看一个小的精品店 设备啊 投资啊 在上海这样大概的一个面积可能就30万到50万左右 那我们可能会快一点 因为我们设备都是别人别人送的 那你也要把价值设进来的 没事 加兴趣的话真的没有算过 开店那天就是回本的天下 回本很慢 你看你就这个付了三个月帮租 开了店后第一个月就回本了 没有那么快高 好像我们当时买杯子花了很多钱 花了有三四万吧 我们最开始用的是一个质的杯子 景德镇的一个品牌 它大概是150块钱一个 当时买了好多好多 然后还有用SG的玻璃杯 也都是非常贵的品牌 有一个大坑是什么 我们买纸杯买了10万个 租了个房子放他 对你已经想到了我们后来的结果 就是每个月要多付两到三千块钱 专门给他找个地方放 当时一心想买10万个这么便宜吗 那就买呗 反正又不是用不完慢慢用呗 上海的储存成本 这个词对于我们最开始没有概念 没概念 不懂 你要租一个大仓库 你才能放下它 你这个10万个杯子多少钱就完了 现在还多少 现在还在用 因为当时也没有去想 夏天大家不喝热的这么一回事 包括这个你知道 这个其实一张要一块钱 对因为我知道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 如果要是一个纯圆的纯方的很便宜 我当时就很生气 为什么要一张一块 然后我就淘宝找了个差不多的 然后做摸起来就完全不一样 这三张三块 三块钱 好吧 今天我拿走了又赚三块 这个你们来他们店里面喝要拿走 一张一块钱 拿走一张赚一块 我们其实很早就计划有开分店 从我的这个角度来想的话 我感觉你们应该不会开分店 像昨天晚上我们还在开会聊这件事情 开到哪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有什么好和坏 是粘贴复制呢还是新的品牌 把这家店搬到徐惠又能怎么样了 有没有意义 那你为什么 其实你坐个地铁过来喝就好了 对因为我觉得像你们这个 其实辐射的范围已经蛮远了是吧 对 辐射范围很广 就算是开第二家店 可能也不会去叫这个名字 就跟那个OPS和312分之一这种 因为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确实 一旦你们开了这个新店了之后 我就在想会不会影响老店的这个客流和声音呢 做的东西一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太会影响 如果做的东西是一样的话 那当然会影响 今天我们也聊了非常非常多跟小宝 就是从店里边的产品呀 再到店铺的运营啊 很多话题对吧 发散的还是挺远 你们看了之后 会不会有一些思考什么的 你们没有来过这个店 想要尝试这种不同的 蛮特别的这种咖啡出品的 也都可以过来尝试一下 最后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这个你看 123 拜拜